哈喽,大家好啊 欢迎大家来到YG18,参加破解学习啊 今天我们来学习基础片的16颗 简单DLR文件验证的破解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我用的是一个插件啊 一个OD的插件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个没有壳的啊 这个是个没有壳的 大家看到了啊,是没有壳的 这个就是一个OD的一个自负串的一个插件啊 那么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OD的目录里啊 好,然后我们双击 大家看到它会说 它会这个显示检测到你不是这个独立团VIP的OD 所以这个就加在失败了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说这个软件的这个文件的破解啊 它是个DLR文件 刚刚我们已经没有看到没有坑了啊 我们把它直接拖进来 这个地方我们选择是 好,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啊 如果我们说是EXE文件的话 那么我们在就是,呃 就是让我们先看一个EXE文件啊 就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从今的一个IP提取器啊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也可以 就是,比如说这个是个加了壳的啊 就加了壳的 那么我们就这么来说吧啊 我们比如说在这就是个程序的头部 啊,虽然我们这样右键查找自负串也可以查找到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来到00401000处 然后查找的自负串是更全更多的啊 啊,所以这个DLR文件也是一样 但是它要来到的地址就是1000啊 10001000,两个1000的地址啊 好,那么我们就把这个DLR文件给拖进来啊 好,拖进来以后我们直接按Counter加句来到这个地址 嗯,其实这个方法适用于在一些注入游戏的辅助的破解啊 有些游戏说是它,你要启动车口 它要注入到游戏 一般都是通过DLR来完成,来完成的啊 所以那种辅助我们直接可以提取DLR 然后修改来使用 呃,这个我以后会给大家录制教程啊 以后会给大家录制教程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查找,嗯,阿斯克马 好,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这个地方这些就全出来了啊 这些都全出来了 这些都全出来了 呃,因为它这是没有怎么加密 所以就是说它这个,呃,呃,它这个就是说,呃,这不错 我们都可以看到啊,我们都可以看到 嗯,大家看啊,很多 呃,我们现在就是说要看到这个啊 那个检测你的OD不是独立团的啊 呃,这个地方发黑是因为我之前调试过的原因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跳转啊 跳转到这儿 呃,我们可以想象啊 既然它执行到了这一句 这一个跳转肯定是不实现的 啊,如果不实现的话 如果是它这个跳转肯定是实现了啊 肯定是实现了 实现之后它就肯定这样往下走 先这个一个提示啊 一个信息框 提示你这个OD不是独立团的OD 然后再往下走 再打开他们独立团的官网啊 这个地方再结束,退出程序啊 然后在这个地方再跳转到下面这里 啊,如果啊,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这个验证成功了 也就是说这个跳转跳转到成功了 它就会到这儿啊 到这儿的话它会进行第二次检测啊 第二次检测 如果检测到这儿啊,检测到不是的话 啊,它就会提示你不是独立团的OD啊 这是第二次检测 同样是打开这个独立团这个网址 然后再退出 啊,那么就是说 呃,我们要修改两处 但是我们看到第二个跳转 同样是跳到了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复制一下这个地址 我们让第一个跳转啊 直接跳转到这儿 直接跳转到刚刚这个地址啊 把后面这些都删去 好,这样我们补充到这个可知性文件就可以了啊 我们先把这个修改签的给拖出来 大家看到,现在OD已经可以重诚的打开了啊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文件里放进来啊 那么我们随便选中一段代码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插件 然后我们看可不可以用啊 代码到实进制 大家看到可以可以用啊 那么我复制到复制到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哦,是可以用的啊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别的 这个就是生成一个那个异语言啊 异语言把这一段,这一段这个 嗯,就是说这一段返汇编代码用异语言来表示出来啊 用异语言来表示出来啊 用异语言来表示出来 就是这个模样啊 还有一个汇编的啊 就是直接写到汇编的程序里面啊 就是ASM ASM啊,这个 好,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啊 这个模块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拿去使用一下啊 嗯,还是不错的啊 对我们语数写一些补丁啊 我们修改了一大片啊 特别是以后讲解到Hawk的时候 然后玩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用异语言来显示出来 好,这些课我就先给大家录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过来看